经常心慌胸闷 检查却没发现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如果说你平时总是气短胸闷 心慌心近心烦 还容易生气 不愿意说话 事一多呢 头晕头痛 应付不过来了 晚上还失眠 睡不着觉 经常还脖子疼 肩膀疼 后背疼 哪哪都不舒服 检查呢 又哪都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 有的人会持续几个月 甚至几年都这样 实在是难受 就是检查不出原因来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 也不要过于担惊受怕 越是你检查不出来的疾病 你心里应该高兴 说明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而我们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呢 一般是精神压力过大 过度的紧张啊 焦虑啊 引起来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所造成的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 身体处于一种心肾不骄 血不养心 或者是你心血不足 不能供养心脏正常功能 肝也亏血不能藏血了 再加上痰灼中阻这样的情况 虽然表现的症状比较多 看起来复杂 但是辩证之后 很容易找到它的病因 病根 病肌 调整过来 治疗的时候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如果病肌是肝其余节 就疏肝解育 如果是肝胆 胃不合 痰热内扰 那就清肝力胆 安定神志 如果是心胆 气虚 就要镇静安神 在辩证的基础上 对症用药 就取得明显的效果 颈动脉斑块 最怕一个动作 上了年纪以后呢 动脉会慢慢的老化和硬化 脂类的物质呢 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寂 从而形成斑块 尤其是颈动脉 最容易形成斑块 大多数的中老年人 搬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 这是诱发头晕中风 主要的因素 即使是稳定型的这个斑块 一个动作也会导致斑块脱落 从而诱发严重的危害 以至于威胁生命 颈动脉的斑块 最怕的动作就是猛然的回头 或者猛然的转身 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动作 你们知道看那个舞蹈里边 跳汤格 这样的动作上了年纪以后呢 就尽量的少做 会容易造成不稳定型斑块的脱落 一旦脱落呢 就有可能阻塞了脑血管 诱发脑缺血或者是脑梗 如果是伴有骨质疏松 高血压或者是颈椎病 转头的速度太快的话 也可能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 无论是转身和回头 一定要控制好速度 幅度呢不能太大 不能够做突然发力的运动 比如说突然的站起来 或者猛然的起床 更甭提案你去打篮球啊 大羽毛球啊 这样进击性的运动 一般我都劝我的患者上了年纪以后呢 要少做 你知道了吗 这五种营养素对血管有好处 中老年人要合理补充 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的出现问题 比如血管的硬化 甚至出现血管狭窄堵塞 诱发一些血管方面的疾病 想要让血管健康 饮食条理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要补充以下这几种营养素 第一 烟酸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 维生素B 尤其是B3 这是人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 烟酸能够很好的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的循环 有助于降血压 预防血管栓塞的形成 生活中有很多的食物含有烟酸 比如说花生啊 鸡蛋啊 鸡鸭鱼肉 瘦肉这些 第二种就是维生素C VC呢可以付进血红细胞的生成 对改善贫血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VC 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加快胆固醇的代谢 有效的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 有助于养护血管 VC含量丰富的食物 比如像猕猴桃 枣 橘子 橙子 柚子 这些 第三 维生素E VE呢也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 可以降低血小板的凝聚 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 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毛细血管的生长 提升心肌以及外周血管的循环功能 也就是能够改善了微循环 同时可以有效的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保护细胞膜 第四 胆碱与磷脂 这两种成分拥有着很好的乳化性 可以有效的阻止 板固醇不断的在血管内进行沉积 改善脂肪的吸收 胆碱的作用呢 还可以促进脑发育和提升记忆的能力 保证信息的传递 调控细胞的凋亡 构成了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促进脂肪代谢 促进体内的转甲肌代谢 降低血清胆固醇 富含胆碱的食物啊 比如说蛋类 麦芽 大豆 花生 各种蔬菜中 第五 钙元素 钙元素呢 是人体所必须的一种矿物质 补充钙元素 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合理的补充钙 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浓度 对于保护心脏是有帮助的 生活中钙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比如说鸡蛋 豆制品 海带 虾皮 芝麻 深海鱼 你记住了吗 三项指标控制好 心梗 脑梗 不烦恼 看完长知识 年龄啊 大于45岁的朋友 预防心梗和脑梗 要格外的注意 以下这三项指标 快来对照自己的检查单 看看哪项超标了 第一呢 总胆固醇 总胆固醇是血清中 各项脂蛋白所含胆固醇的总和 成人呢 总胆固醇的水平 如果是大于5.2毫 摩尔美生就可能会引起高血脂症 糖尿病 动脉周样硬化这些疾病 第二 低密度质蛋白 如果这项指标明显的升高 甚至超过了3.4 很危险 一定要积极的干预 这里说的干预啊 不是马上就赶紧吃他丁去 综合评估哪项指标高了 先从饮食 作息时间 运动多方面的去改善 第三呢 就是同行半光胺酸 目前大家比较关注这个指标 它的正常值呢 应该在5到15之间 如果这项指标大于15了 不仅会出现胸闷 头晕 头痛 这些症状 还会损伤血管 内皮细胞 增加心脑肾血管 出现动脉周样硬化的风险 这项指标高 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我们不能不看数据 但也不能天天的盯着这些数据 正确的管理好身体 健康伴随你我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也浩教授 希望分享的这些 心脑血管健康的知识 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个关键 决定着血管堵塞 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治疗心血管堵塞 有三个关键 把握好这三点 无论你是50%的狭窄 还是70%的堵塞 都能够得到缓解 第一个关键是 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有人说 就这 就这 非常的重要 血管堵塞 大部分都是常年坏习惯导致的 血管里的这些垃圾 纸质 排不出去 就会在血管内淤积形成堵塞 第二个关键就是 心态 很多患者朋友 查出心血管堵塞以后 过度的担惊受怕 出现了失眠 抑郁 心慌 头疼 这些问题 长死以往 就陷入恶性的循环 中医理论说 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归于情志不畅 它又会导致 肝气愈结 肝愈了 就会刻皮肚 皮肚不合 就导致了气血经验 没有办法很好的运化 形成了弹拙淤阻 慢慢的就进一步的堵塞了血管 从而也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 这第三个关键呢 就是个性化的治疗 中医治疗是辩证论治和整体观的原则 在辩证以后 配五组方调整全身的气血 改善人体自身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同样是心脏不舒服 用的方可能会不一样 这是中医里边说的同病抑制 还有抑病同治的 那么正确的用药才是最有效的 中医用药精准也体现在这里 只要掌握了这三个关键的因素 你会发现 不管是血管堵塞 还是高血脂高血压都能够又快又好的调理过来 三个地方发应脑梗的危险就要来了 中老年人存好 脑梗在临床上很常见 有很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 所以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 尤其是过了40岁以上 要警惕脑梗发病的一些信号 不然呢 一旦遇到了突发的脑梗 就算抢救回来 很多人也会出现一些难以逆转的后遗症 哪三个地方出现发应就一定要注意了呢 第一个地方就是血管发应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了 那有人就会问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血管到底硬了没有呢 中医耗脉的时候 手一摸上这个脉是不是硬 一下就能表示出来 所以你也可以每天耗自己的慢 这样既可以学会了耗慢 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血管跳动的程度 但一般的说呢 早期的动脉硬化会伴着一些轻微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 胸闷 呼吸不畅 第二呢 舌头发应 舌下面有青筋 又粗又暗 说话还不利索 含糊不清 这就可能出现了沟通障碍 很可能是因为脑供血不足 影响到大脑的语言功能 还有可能呢 表现为吃饭喝水的时候容易呛 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尽快就医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脖子发应 颈椎有问题 它如果不通的话 那脑供血一定不足 容易发生脑梗 如果你一直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 那你需要小心 是不是有脑梗发作的可能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 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啊 调养气血的药 帮助你调节心脑血管的功能 早发现早治疗 避免脑梗的发生 你记住了吗 关心病分为三个阶段 对照看一看 你有没有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关心病的治疗呢 中医呢 是根据你的不同病因 进行辩证论治 而在现代临床上呢 也要掌握一下 它是将关心病进行 分期来治疗的 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心脚痛 心脚痛的表现 一般是胸部的压榨性疼痛 位置就是在胸骨后 心脏这个地方 可能放射到心前躯 甚至到上肢 下颌 腌部 伴有胸闷气短 为主的症状 由于血管部分的狭窄 但是这个狭窄的面积呢 还不大 所以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 导致心脚痛 第二阶段呢 就是心肌梗死 也叫心梗 心梗的表现呢 都是突然发作的心前躯 压榨性的疼痛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感到沉重 开始的时候 还会伴有心跳加快 血压增高 后期呢 会出现全身血循环的障碍 心跳加速 大汗淋漓 呼吸困难 这些症状 因为是心脏有部分功能损伤了 血管狭窄的程度比较高 堵塞的严重 心脏呢 得不到充分的滋养 泵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心梗的症状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心衰 心衰表现呢 是胸闷气短 下肢浮肿了 乏力 头晕 这些症状 心阳不足 心脏本身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三高 主动脉的狭窄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些情况 给心脏的复合再加重 那就导致了心衰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 我们要逆转这个进程 控制干预 积极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心悸失眠 别发慌 有一招补心气 定心神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很多的患者说呢 运动量一大 就会出现心悸失眠 胸闷 多梦 疲乏无力 头晕目悬 健忘 越是运动量大了以后 越睡不着觉 有这些问题的患者啊 往往还会表现出来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舌指是淡的 脉是虚弱的 或者出现结代脉 中医说呢 这属于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 或者是思虑过重 损伤了心脾 导致了心血暗号 神不守舍 有这么一个忠诚药能够帮助缓解这样的问题 这个忠诚药就是人身龟脾丸 它具有着补一心脾 养心安神的作用 可以治疗气血两须 心脾两须 这样的一个基础方法 很适用于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体质特别弱的患者 当然了对于失眠这一个病症来说 临床上比较好用的 我还推荐像 诸沙安神丸呀 填梦口服液呀 对于睡眠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工医讲是变中论治 每一个症型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法 要慎重用药 心肌失眠多数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经常的会有 胸闷胸痛心肌失眠 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呢 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号教授 中医认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导致上面说的这些症状 第一呢 是心气虚 主要是因为心气的耗损 或者是年岁大了 各个脏气呢 都功能衰退了 或者是大病之后 体虚造成的 心肌气短 活动以后 家重还特别爱出汗 胸闷胸痛 面色也苍白 体倦乏力这些症状 通过益气养血的方式来调理 用药呢 建议像生卖瘾 制干草汤 如果出现了心肾两须 还可以用白子养心这一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心血须 像失血 劳神 多是气血 生化之源不足导致的 同时也会出现心肌心烦 健忘 失眠 这些症状 尤其表现出心血不足来 面色苍白 唇色暗淡 那也是细弱的 调理的方法主要是 补血 安身为主 像人参龟痞啊 天王补心呢 都可以 你记住了吗 心脏有三怕 希望你一个都不要沾 心脏是五脏之主 君主之关 是供血的中心 心脏呢 有三怕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 心脏特别怕累 过度劳累 会靠伤心血 影响心脏的功能 超强度的劳作 甚至可能会引起心梗 心衰 猝死 这样的情况 第二 心脏怕冷 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心血管呢 就会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第三呢 心脏怕咸 吃的食物里边过于咸 尤其是炎受的过多 就会导致血压的异常升高 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炎量 是在六颗以内 心脏的跳动 是人维持生命的重要标志 保护好心脏 人才能更好的长寿 总是胸前疼痛 不一定是心脏病 有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屏幕前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胸老是闷闷的不舒畅 特别喜欢常出气 总听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见着你就 哎 先打头 还隐隐的觉得胸痛 持续的时间很长不缓解 很多人怀疑自己 是不是得了关心病 心脚痛 非常苦慌 在中医看来呢 很多的原因 都会引起胸口疼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 就是弹阻心脉 因为饮食不洁 不干净 不洁质 忧思过重 损伤了脾 导致脾的亏需 运化能力减弱 身体里边的水液呢 就会聚集成痰 阻塞心脉 平时呢 会有胸的满闷 头重如果 身体的疲乏 困健 这些问题 想要缓解这个病因呢 可以用瓜楼蟹白 半下汤 来加减治疗 起到一个通阳蟹灼 花痰开窍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干淤气质 中医说肝有疏泻的功能 调畅气肌 如果疏泻不急 就会肝气淤质 出现情质的抑郁 爱常看气胸脏 这些症状 可以用柴骨疏肝伞 逍遥丸 开胸顺气 这些疏肝理剂 宽中解育的药 这第三个原因呢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有一天一个患者 来了就觉得 哎呀 我关心病了 心脏不好 可是各项检查都做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啊 你最近是不是 老低头 久坐 干着一件事 这老太太说呀 哎呀 我是最近特别爱 支补东西啊 做出小玩意儿来 想给孙子 天天坐在那不动画 所以导致了 低头 久坐 出现的胸闷 胸痛 气短 这样的情况 他并不是真的关心病 但是呢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 他也会引起 气质性的病变 及时的改正 不让他进一步的发展 你记住了吗 导伯 心慌 心剂 常用这两种忠诚药 你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会出现 突然的感觉到 心跳加速 突然的会有 惊慌 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像 焦虑 紧张的时候 更加明显 心慌 气短 乏力 胸闷 头晕眼花 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藻伯了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很少给大家介绍 忠诚药 对于藻伯 心率不齐的朋友来说呢 这下面两位 忠诚药呢 在临床上 还是有一定 治疗作用的 第一呢 就是 稳心颗粒 它有 益气 养阴 活血 化瘀的作用 所以针对着 心脏不好的时候的 气阴两须 心脉 瘀足 而导致的 心慌 心悸 胸闷气短 乏力 这些症状 是有很好治疗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 身松 养心胶囊 它是 益气养阴 活血 通落 清心安神 适合于 七阴两须 心落 淤足 导致的 关心病 使性 早博 这两种药呢 有相似的作用 但成分是不同的 像 身松 养心的 化瘀作用 就好一点 而 稳心颗粒的 镇静 安神作用 更强一点 天然的 阿斯匹林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 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 几个 天然的 阿斯匹林 可以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防血栓 中老年人呢 都看过来 第一 就是我们 炒菜里边 常用的 洋葱 洋葱可以有效地 达到 呵护血管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 胡萝卜 胡萝卜 不但可以促进人体的 血液循环 预防血管的硬化 还可以稳定血脂啊 血压 降低换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 海带 海带中所含有的牛黄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胆固醇 可以促进整体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是呢 海带要记住啊 控制好 湿的量 避免一次摄入过多 导致点元素的堆积 使人体的甲状腺出了紊乱 海带和酒一定不要一起吃的 第四 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含有着番茄素啊 具有着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有助于提高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